那兩個各自提出來的遊戲規則就是民主出選 就是美式的出選 然後跟民調 那當然其實各自有盤算 因為如果說美式的出選的話 我們不是公辦出選 所以呢 你要如何動員舉辦 你到當時投票所 然後呢 那當然國民黨在各地有這個所謂的民眾服務站 那第二個他比較面對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假設這個部分技術上就是很公平 但是可能民進黨會灌票 那你要如何介入這個方式介入 那當然相對的這個KPE部分 他當然他內部應該已經做了很多很多的評調 所以呢 他認為說如果說學習民進黨 因為民進黨他們通常是把 左右兩邊最極端的幾個剔除掉 所以他現在你看到就是說 好吧我們把手機增加 然後呢那個分數增加 一般來講是一千多一點點 那手機加這個一般室內電話 不然就兩千好了 他認為說這樣是比較公信力 但是 其實他沒有辦法處理一個問題 還是灌票的問題 2016那次所有的民調都是這個 希拉會贏 但是川普為什麼會贏 特別是說支持者有一些人不應告訴我們 坦白講就是他們認為說 川普還沒水準 我不好意思告訴我們 不要支持川普 像這種 換票這些部 那那當然我們知道KP他認為說 技術上 可行 也說可信 但是呢 你知道這個其實牽涉到一個 一個一個 一個民調最基本 一個就是信度 也就是說 我一直問很多次 結果是一樣 但是另外一個是笑度 就是說 你怎麼問出來是真心話 如果民進黨支持者 他已經打 已經知道就說 我要選一個比較弱的嘛 所以 我覺得KP他好像老型宅宅 不要忘了 可能民進黨會認為說 侯友宇比較好打 OK 他是關 好 所以回頭講說 那因為最近 因為國民黨逼得太兇了 到底侯友宇他的底線是什麼 我們目前還不清楚 最好的情況是侯柯沛沛 最壞是侯柯沛沛 那介於中間是撒卡豬啦 那當然我們相對的來講的話 KP是最好的情況是 柯沛沛 然後最壞是侯柯沛沛 那中間是三角形 或者是說 其實他還有一些 我們想不到的那些配方 我們說最好是柯沛沛對不對 好 說不定他認為說 柯沛沛 柯沛沛有很多的想像 包括 郭董 包括 韓市長這些東西 我覺得藍營裡面意見太多 公公婆婆太多了 沒有嫁出去的姑姑阿姨太多了 我相信這些東西都是應該 要私下門關起來講對不對 所以他會喊出來的時候 我就知道 我們就知道說 他希望透過這樣子的喊架 然後呢 用這個藍營的這樣子的 好支持者的壓力 來逼這個 柯沛沛就范 所以柯沛沛會很不爽 說你怎麼都講好了 就是你知道戒指 就剩下戒指而已 一個聯名 什麼戒指什麼 吃多少餅都已經講好了 你跟我講那麼多就逼婚 所以他某種程度 也是讓他覺得說 你要逼我 甚至於我會覺得他目前在思考 說他八年當台北市長的時候 他是一個議會是小黨 我們要如何合中聯合等等 我可以知道這思考的不是只有藍營的部分 他在思考 非新潮流的民進黨的部分 也就是說他現在打出來的 他反對說要下架民進黨 他是說 新潮流不倒 台灣不會好 所以他把所有的這個力量集中在打新潮流 意思就是說很多這個民進黨裡面的痛恨心潮流 甚至他們會認為說新潮流上去 他們也分不到一杯羹 反而KP上去以後 他們還有可為 不管是在國會裡面 甚至於說 所謂的大聯合政府聯合內閣等等 說不定他們也可能入閣 那相當程度 其實他實質上是在裂解這個 民進黨這個部分 所以你可以講說 但是他不能拒人以千里之外嗎 所以講說 好吧 如果真的不行的時候 那我們再來協商 協商的時候 吵架環俏再來說 啊 你知道 金虎仲是比較厲害的 對不對 那他派黃三三去嘛 他真的是兩個門關起來的話 頭磕兩個門關起來的話 我跟你講 我覺得啦 要打說 KP比較厲害的 他明明手頭上 你知道他有什麼牌 他左右紅顏嘛 投友宜到最後可能是 去敗入山崗啦 所以我覺得到最後可能就是查看 不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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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